資本需要武力的護航 如果沒有辦法保障安全的地區的話 資本就會逃離 所以美國他喜歡在全世界點火都是這樣 俄烏戰爭一打 歐洲資本就逃了 就逃去美國 那當然對美國來說是有利的 這也是美國所希望的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一方面在兩岸關係上 他一定會相對的比較克制 還是會謹守所謂和平統一的路線 不惠的清起戰爭 那再來呢他怎麼辦 他一定要在某種程度上要去威嚇美國 所以他一定要讓全世界都相信 就是美國除非真的捉死 否則他不會進攻中國大陸本土 他要讓全世界相信 美國只要敢對中國大陸的本土來進行攻擊 那一定都是同歸於盡 所以呢更好國際資本才能夠放心 繼續在中國大陸投資 那才能夠保障中國在海外的各種利益 那這當然就是他 軍費增加的一個正常的國籍了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有根來報漢婷來鬥根 每週一的晚間九點鐘都是由我侯漢婷 在這邊為各位來做主持 好那麼今天的節目呢 我們在中天的YouTube頻道 以及我們耿傳媒都有雙開直播 歡迎各位朋友呢都能夠雙雙的來按讚 訂閱加分享 各位可以發現我們的彭好像有做了一些改變 這都是感謝各位的支持 所以歡迎大家繼續加入我們的會員 可以收看到不定期的花絮 包含是我各種的冷笑話 歡迎大家要積極的來加入會員 好那麼今天要跟大家來探討很多事情 其實好像也沒有 探討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是啥呢 就是這兩天中國大陸政府正在召開兩會 同時也公開了很多的政府工作報告 好包含呢我覺得讀了一下 覺得有些特別有印象 包含呢預計未來的經濟成長 大約在5%左右 相較過去不是很多 因為大陸經濟呢 這個現在全球的這個經濟啊 都是在屬於下行的階段 那再來一方面呢是講說預計呢 未來的就業人口要高達一千 一千一百萬還是一千兩百萬 我是覺得看到這些數字 就覺得非常的了不起 能夠預計說未來幾年內 我們的就業人口應該要達到多少 好然後呢 我們的所謂的CPI指數應該要到多少 我們的失業率應該要到多少 CPI好像是3% 失業率呢控制在5%左右 就是一個國家政府 能夠對於未來的各種的經濟計算 是能夠很量化性的 然後再做宏觀的做調控 然後甚至呢用各種的政策 來去做支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 我認為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我們看2022年的預計 實際上呢達成的比例也都是差不了太多 所以這種事情呢我們覺得還是相當佩服的 你說如果要民進黨呢來做一個量化統計 也不要說多麼了不起 就讓他來稍微統計一下我們今年呢 要生產多少個雞蛋 或者呢我們大概要多少個罐頭 要多少的肉多少的米 可能民進黨都算不太出來 好 那麼言歸正傳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看一下 這幾天呢在綠色媒體以及西方媒體呢 對中國大陸召開兩會的一些數字呢 當然也有各種的妖魔化的抨擊 是啥呢 就是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 其實這十幾年以來呢 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一直都在逐年增加 那每一次大陸政府公佈相關數字 都會引起西方媒體啦 網路平台啦 然後台灣的這些綠色的人士啊 一陣炒作 那有趣的是呢 平常的時候都炒作中國崩潰論 哈經濟不行啦 這個要崩啦要完蛋啦 這個疫情人都死光啦 都崩潰了 可是呢 一旦公開了軍方的數字 國防預算的時候 中國崩潰論又不見了 改成什麼 改成中國威脅論又上場了 對吧 以前都說大陸要垮台啦 結果呢 一公告軍 你看這個大陸好強大 大陸要來威脅 我們要來威脅全世界啦 都不會覺得很矛盾嗎 好 那麼就在這兩天呢 中國的財政部發布了預算的草案報告 就說2023年中國的國防預算 約為一兆5537億人民幣 相較於去年呢 增長了7.2% 好那當然啦 綠色的媒體啦 然後西方的 看怎麼增長那麼多啊 這個在窮兵獨舞啊 什麼的 大陸如果真的開始窮兵獨舞的話 那作為大陸的敵人 美國也好啦 台獨分子也好 應該是要很開心啊 對吧 你們在怕啥呢 你們要覺得很高興啊 好 那當然啊 如果我們只看 軍費啊 大部分的評論呢 都只看到了他的軍事支出 這就是啊 管虧離策 對吧 見數不見零了 我們呢要跟其他的一些同樣的公共預算支出來做通盤考量 才能夠知道大陸目前在想什麼 就知道大陸目前呢在貫徹的叫安全底線的思維 就其實在未來的五年當中啊 這個思維呢會不斷的強化 如果我們看這一次的預算 有幾個部分他都是大幅增加的 第一是糧食安全 就是呢 他的所謂 糧油物資儲備 他的支出增長了13.6% 高達了1328億的人民幣 相較於過去增長了13% 所以呢 對於糧食的安全 對於這個石油的儲存的安全 都是越發的重視 第二呢 就是在所謂的國防安全上 那外交的支出也增長了12.2% 高達了548億 那國防支出呢 像我們前面所說了 增加了7.2% 那再來第三 為什麼有時候要講趴有時候要講percent 好啦有時候口語隨便啦 第三呢 就是社會安全 在他的公共安全支出項目 也增長了6.4% 高達了2000億的人民幣 所以簡單來說呢 就是對於中國大陸自己內部的安全需要 以及國際的安全需要 各種的戰略上的 都是有所改變的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來的中美貿易差 以及呢 中美的博弈越來越為激烈 都必須要去考量到 我們跟美國的脫鉤 或者是各種可能因應的制裁的風險 越來越高的時候 那麼中國大陸要有自己的底氣 所以包含了未來的這個所謂的經濟動能也都是以不斷的擴大內需為主軸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這個消費能力下降了 所以在這個宏觀世界上你才能夠知道 就是對於自己國家的考量 安全上的考量 國家安全來說 那當然軍費的支出就是必然的當務之急 因為各種的安全支出 其實都是增加的 那麼如果你只單單看的軍費 你說你看那個只增加軍費啊 就好像變成窮兵毒 但並不是如此 那麼這個軍費增加到底是 有多高呢 其實你講說它的增加幅度 是7.2% 比去年增加7.2% 那去年增加多少呢 去年是再比前年增加7.1% 你說這樣年年增加不是很可怕嗎 不會啊 因為經濟也是年年都在增加 各種的公共建設支出的預算 或它的所謂的創新的預算 也是年年在增加 那麼你說其實相較於去年 也就是增加了0.1% 甚至有趣的是我看到這個數據詳細的計算 因為呢這個美元的匯率人民幣的匯率問題 你如果換算成美元的話 甚至呢還沒有去年增加的來得多 好那也就是這個樣子 那有些國家呢馬上就做不住了對吧 就像我們剛說的啊 就煽風點火啦 各種美國英國的這個報導啊 就開始就渲染中國威脅啦 中國這個爭霸啦 好那當然啦 就是到底所謂的增加7點多%是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1兆5000多億又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要來做一個比較 就其實呢 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 連年預算連續8年呢 都是保持個位數的增長 今年增加個5-6% 明年也增加個5-6% 再來又增加個7% 大概是這樣 那你說這樣很多嗎 其實不是 因為呢在2011年到2015年啊 當時的國防預算的增加幅度 分別是12.7% 11.2% 10.7% 12.2% 10.1% 就每一年呢 相較前年 都是一成以上的增長 直到了2016年以後 才降到個位數增長 所以你說現在算是增加很多嗎 相較以前來說沒有增加那麼多 那麼到底7.2%這個算不算很高呢 在全球是一個什麼樣的水平呢 那如果依照當前的匯率來算 大約是2248億美元 世界排名第二 自從2008年以來呢 中國大陸的軍費 國防支出一直都排名在世界第二 這跟美國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美國去年的國防預算是多少 是7200億美元 那今年呢 是8500億美元 漲了1300億美元 這個漲幅比中國大陸的漲幅高得多了 如果我們從絕對數值來看 大陸也不過才2000多億 那美國呢 8000多億美元 從絕對數字上來看 當然是美國的國防支出高得多啊 那你如果從比例上來看 大陸比去年增加了大概7% 那美國呢 比去年增加了大概這個10幾% 還是快20% 所以 你看美國的國防支出那才大 可是呢 在各種的所謂的 西方的網路平台或媒體世界 大家呢 總是針對著中國的軍費 說三道四 但是對著排名第一的美國呢 視若無睹 那你說我們不跟美國來比 我們從一些客觀的數字上來做比較 第一個我們從GDP上面來看 中國大陸的軍費增長 佔GDP的比重 一直都是低於1.5% 那美國英國是多少呢 平均都是超過2%以上 遠超過中國大陸 美國呢 是差不多佔3.29% 而北約30個成員國家以上 都是2%以上 甚至呢 這個經濟不是很好的 印度也達到了2.4% 那中國大陸今年的佔比是多少 只有1.23% 所以中國大陸的軍費佔整個 GDP的比例 其實很低 其實很低 你看就算呢大陸呢 它的軍費比去年還增加了7% 但是呢 還遠遠不到GDP的2% 我想中國大陸就是因為GDP高啊有錢啊 那你說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看美國一直要求台灣的軍費要拉高到GDP的3% 如果真的做到的話 那台灣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在美國的要求下 那才會是一個窮兵獨舞的這個階段 如果我們要跟大陸做比較的話 那麼第二個我們從全球的平均增幅來看 你說你看那個大陸雖然它的這個軍費 相較於其他國家不是很多 那為什麼要增加呢 那增加的算很多嗎 我們從全球平均來看 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 所有國家的軍費增數 幾乎都是抱持兩位數以上增長 美國呢更是提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防預算 增長高達了我們剛剛講的10%以上 那日本呢 今年的這個數字更誇張 日本的今年國防預算相較去年增加了26% 印度呢高達了13% 那像英國呢宣布要到2030年 英國的軍費支出要比目前還要再高一倍 就增加100% 高達1000億的銀寶 那法國呢 法國也說在2023年 就今年的這個國防預算 要增加到439億歐元 那相較於2022年呢 增加了7.4% 未來每年還要再增加30億的歐元軍費 直到總共達到500億歐元 所以它增加的幅度 那跟中國大陸 比中國大陸還高 那怎麼沒有人去罵他們呢 所以其實在全球啊 因為受到了 俄污戰爭很少 大家已經等於進入了一個 軍費的這個加速階段 好那當然因為每個國家的 體量大小都不一樣 你說這樣比也不是很公平 當然從GDP來比 可能是一個比較公平 那再第三個 我們直接從人均的軍費來看 我們剛剛說 2023年 美國的國防預算高達8500億美元 中國呢只有2200億美元 那規模呢 就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 那人均算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只有十六分之一啊 經過記載 每個中國大陸人的人均國防費 是118美元 那美國呢 是2210塊美元 俄羅斯也超過300塊 所以總體來看 中國大陸的軍費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 都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 那 為啥呢 你說照亮跟 什麼中國威脅論啊 什麼可怕啊 完全是沾不上邊嘛 為啥 因為中國大陸一直都是奉行的 防禦型的國防政策 它不搞軍備競賽 它就是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所以美國先前一直講說 你看這個大陸就是要來跟我們打壓 就是要來這個競爭啊 搞霸權啊 那大陸的 我當時記得是發言人 就講得很清楚啊 中國沒有意思 要去跟美國搞什麼霸權 中國只是想要 讓人民過一個更好的生活 超越更好的中國 然後要做一個更好的中國 中國大陸就是想好好的 發展經濟 休想生息 讓這個說的人民 都能夠安居樂業 不想走至西方 搞霸權的老陸 也不想搞什麼 窮兵獨舞的邪路 但是你看 美國日本都在幹嘛 你看它的一個征服 高達了14% 然後佔了GDP將近4% 窮兵獨舞 謀求新的霸權 日本呢 它的增幅高達了26% 創歷史新高 不過懷疑日本是不是向著 軍國主義大幅邁進 然後呢 在美國日本的帶領之下 北約的成員國 又開始抬高它的國防預算 所以2022年 全球的軍費開支 達到了2兆美元 比上一年增長了2.6% 創歷史新高 那中國大陸呢 對吧 先前外界總會覺得說 那你看這個大陸 也會瘋狂性的增加啦 但其實呢 就是也還好 對吧 就比去年增加了 0.1%而已 那外界就覺得 你中國花錢花了很多啦 然後就開始罵人啦 你看這當然是 如果不是不明真相 就是雙重標準 別有用心嘛 對不對 那當然就開始各種攻擊 那其實啊 中國大陸從2008年開始 每一年都向聯合國呢 提交上一個財政年度的 軍事開支報告 就說你看我們的這麼多軍費 我們這幾千億的軍費呢 我們大概都花在哪些項目啦 那其實最大的還是人事費啦 那當然有這個 各種的武器啊什麼的 可是呢 明明都有交報告 但是呢 美國啊 還是要炒作 你看這個中國不透明 肯定有隱形軍費 對吧 就是你交給我說 你這個錢都花在哪裡哪裡哪裡 那美國不信 你肯定還有花別的錢 在搞什麼一堆的導彈啊 在搞核彈啊 有沒有 美國不是就開始造謠說 哎呀在這個新疆啦 在哪邊啊 就發現了一大堆的這個核子彈頭啊 結果發現什麼 那根本就是個風力發電廠 你知道嗎 就是老外搞不清狀況 那就算呢 這個中國大陸啊 反覆宣稱 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擴張 永遠不會建立什麼 權力範圍啦 然後也不會搞軍備競賽啦 也不會威脅任何國家啦 但美國呢永遠認為 中國就是一定會國強必敗 那美國各種的作妖 作孽 對吧 那就打壓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啊 打壓中國大陸的技術啦 科技啊 那大陸呢稍微做點反擊啊 美國就渾身不自在 對吧 那這個大陸的外交稍微講一下說 啊中國人不吃你這一套 哇 那個美國人就受不了啦 就是在美國人的想像裡面啊 大陸就應該要低聲下氣 任人宰割啊 對吧 所以我們說中國大陸的軍費增加 最緊張的就是美國 因為第一名呢 對於第二名 總是最害怕 最忌憚 可是你說都怕啥呢 那中國大陸的軍費啊 不過就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且呢 只佔我們剛剛講 中國的總GDP啊 還不到1.5 低於全球的平均線 就是GDP的2% 那美國的軍費呢 佔了GDP的4% 而且排在美國後面的 這個國家的軍費加起來 也趕不上美國 就美國軍費支出有多高呢 他是第一名對不對 後面第二名 到第十一名的 總合加起來 也贏不了美國 所以單從軍費上面來看 美國仍然是全球頭號軍事強國 那大陸稍微增加一點點 也趕不上你 也只是你四分之一 那你緊張啥呢 因為美國知道 軍費呢 只是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指標之一啊 並不能夠完全代表他軍隊的實力 比如說呢 在今年年初呢 一個根據專門研究各國軍費 和國際武器市場的 瑞典斯德格爾摩 國際和平研究所 就發布數據了 他就講說呢 像是 大家知道排名第一是美國 第二是中國大陸 誰是排名第三嗎 是沙烏地阿拉伯 他的軍費呢 是676億美元 排全球第三 但是你不會認為 沙烏地阿拉伯 是全球第三的軍事強國啊 那俄羅斯的軍費 490億美元 排在日本 500億美元之後 但誰會認為 俄羅斯的軍力 比日本還要弱呢 不會 所以說 軍費啊 只是一項其中的一個指標而已 也是當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指標 但真正國家的軍隊的戰鬥力 是綜合性的 所以呢 這個美國啊 當然是很害怕 說呢 這個雖然中國大陸 只是起來了一點點 但方方面面 當然都是美國重要的對手 所以呢 西方媒體不斷的炒作 中國大陸的軍費問題 只是想 渲染 擴張 什麼 擴張 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跟所謂的戰爭威脅的氣氛 尤其呢 不斷的講說 大陸增加軍費啊 都是要為潛在戰爭做準備啊 好 那當然呢 就凸顯到了所謂的 台灣問題 這個西方就講說 你看大陸軍費增加 就是要武統台灣啦 那當然 你看這個話都是西方在講 每一次呢 這個都是一大堆西方人 一下又講說2027年會打 一下又講說2027不會打 一下又說2026會打 一下又說2026不會打 那每一次講話呢 都是老外 反正幾個老外不同的意見 那每一次人家一講話 我們台灣就各種評論啊 各種報導啦 那老外你們幾個各種意見 你們可不可以先打一架 對吧 那最後呢 你們說什麼狀況再說 那最主要就是 我們不要理你嘛 兩岸問題 兩岸人民自己解決 大陸一直講要和平統一 那台灣人呢 怎麼樣能夠讓兩岸 就是不要理會美國人 面向和平 這才是王道 所以像我們剛剛說啊 就是老外呢 不斷的就是在講說 你看這個中國大陸好壞啊 多壞啊 多壞呢 這種壞法大概就跟啊 你看當初呢 大英帝國 它的海軍艦隊 它的盾位超過 所有國家軍艦的總和 但是當時 英國媒體呢 卻指責什麼 指責德國海軍 會威脅全球貿易線的安全 是啥 就是威脅到英國自己啊 同樣的美國也是啊 大陸的這個軍費 會威脅全球安全啊 威脅誰 就威脅到美國自己了 就威脅到美國自己的軍事跟科技啊 會威脅到美國的金融地位了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以前英國這樣 美國現在也是這樣 冷戰的時候呢 美國也是講說 你看這個蘇聯啊 有神秘的軍費啊 蘇聯要侵略歐洲啦 有侵略歐洲嗎 沒有 那現在的就是罵中國大陸 一套的 一樣 就是說你看這個中國大陸 要增加軍費啊 你看這個中國大陸的軍費 不透明嗎 交給聯合國的 你也不相信 對吧 這個你也不信任 那你說不透明 到底要透明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 那要多公開呢 那難道要公開到說 哇那這個航空母艦的所有的 鋼筋材料 這個水泥要多少錢嗎 然後呢 這個所有的飛彈 然後剩一顆螺絲釘要多少錢嗎 對不對 這也不可能公開到這麼細嘛 好 那同樣的 那如果問美國 這些詳細的東西多少錢 那美國會公開嗎 美國也不會啊 對吧 就是這麼簡單的思想 那你美國公開多少 中國大陸才公開多少 美國自己不公開 平常要求中國大陸 去做公開呢 好 所以 實際上就是很簡單 就是 中國大陸啊 避開了 當時呢 蘇聯的老陸 因為以前呢 蘇聯的軍工業極強 對不對 但它的經濟效益很差 然後呢 這個都搞軍工業嘛 這個老百姓生活呢 就叫苦連天 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很不利的影響 可是呢 這個中國的軍工業 其實不一樣 好 為啥 因為中國的 一方面 當然是中國的整體啊 這個活民的經濟 都算不錯 另一方面呢 是中國的這些軍事工業 其實成長起來之後啊 積極的向海外尋找銷路 其實呢 也就在不久之前啊 就是大陸的海軍啊 南寧艦就出現在呢 在了 阿聯酋的一個 這個什麼 國防啊 軍事的這個展覽上面 而且呢 是在海上進行了動態的展示 我們都知道 就中東的很多國家 就是都跟大陸去購買很多的軍事裝備 對吧 沙烏地阿拉伯啊 就買東風飛彈啊 幹嘛就 震住場子啊 還有我們也是有飛彈啊 很多國家都跟大陸買武器 所以 對於中國大陸的這些軍工業來說啊 就不僅呢 是可以實現盈利 他就是能夠自己賺錢啊 都完全是不需要去 所謂的剝削老百姓的這些經濟的成本 他是有全球市場 這就是當今中國大陸啊 跟蘇聯很大的不同之處 所以西方要講說 你看這個是窮兵獨舞啊 這個老百姓沒得生活啊 都搞軍工業 這個大概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為什麼啊 因為人家在大陸這些軍事的東西 他可以自己賣錢啊 他可以自己去賺錢啊 所以呢大陸的這些軍工業啊 既能夠就是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然後呢 又有在國際領域當中 合法的一個交易市場 所以美國啊 他就非常不能夠理解啊 或是講說 就是他們也是沒辦法 你看同樣呢 是所謂的 同樣級別的一些驅逐艦 那在同樣的費用之下 中國大陸可以造兩艘 美國呢 只能造半艘或一艘 因為美國的費用就是高啊 然後他的效率就是比較低啊 對不對 你想想看 同樣都是安裝在航空母艦上 請問一下 比如說一個門 或者呢 是一個馬桶 大陸製造的馬桶 跟美國製造的馬桶 他價格會不會一樣 當然是不一樣 那當然就是美國製造的會比較貴啊 那你說真的嗎 這不會是胡安寧亂講 不不不不 因為美國的製造業已經空心化了 完全空心化 而且已經傷害到他的軍事層面了 比如說F-35的戰鬥機啊 他有的零件呢 在美國境內 只剩下一家工廠可以生產 哇 只剩下一家工廠可以生產 那如果他倒了呢 當然他不會倒 那會拿 可是呢 美國政府啊 在採購的時候呢 他就失去溢價能力了 那廠家只有我在做啊 我壟斷啊 對吧 所以呢 我的報價就可以 高出正常價格的5倍 8倍 10倍 所以 美國的軍費 不高才怪 大家知道 美國的福特號航母 2017年已經下水了 到現在呢 已經 六七年了 到現在呢 都還沒有正式服役 還沒有看到說 什麼福特號又去哪邊亂轉啊 沒有 為啥呢 因為相關企業生產效率低落 艦上的有些裝備 沒有辦法改善 而且呢 竟然是找不到這個生產的廠商 所以其實美國的整個軍工體系 其實已經在凋蔽了 為啥呢 就是因為製造產業整體低落 而且呢 不斷地撈錢 那 比如說 B2轟炸機 有一種零件的生產商 已經倒閉了 還有一件很奇葩的事情 叫 美軍的叫做 諸姆沃特艦 它的砲彈呢 一直是向一家外包公司購買 然後這家公司呢 倒閉了 倒閉了 那咋辦呢 五角大廈就只好找這個馬丁公司幫忙解決 那馬丁公司呢 生產這顆砲彈 他說 OK啊 我們可以生產這顆砲彈 但一顆砲彈要100萬美元 哇 那美軍什麼 放棄啦 一顆砲彈100萬美元 那真的遇到戰爭的話 這砲你打得起嗎 對吧 這話好像講的很奇怪 你看這砲實在是打不起啊 所以目前呢 這個諸姆沃特艦隊 只有六門砲 六門砲只有90枚砲彈 再多的呢 買不起啊 打也打不起啊 而且呢 搞不好到了明年後年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馬丁公司 還要撞架 好 那這個馬丁公司的負責人呢 我們也可以跑到美國的國防部去當官 這也是了不起啦 你看這個公開的這樣 在川普任內 好 所以可以看出啊 這是當美國政府啊 對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呢 已經失去了溢價權 人家說多少錢就多少錢 所以8500億美元的軍事費用預算 其實可能很多呢 都是給這些政客啦 或者都是給這些軍火商啊 通通都給賺走了 那當然美國就很不爽 美國就很不爽 你看我們花這麼多錢沒啥效果 但中國呢 花少少的錢就能夠很有效果 所以美國當然不爽 那美國怎麼樣才能爽呢 那最好就是中國啥軍費都不要有啊 削減軍費啊 最好就是刀槍入庫 馬放南山啊 然後最好就是這個 這個中國的啥武器都不要有啊 然後最好呢 能夠讓美國開著軍機 軍艦戰鬥機 然後來攻打中國 然後最後要中國大陸割地賠款 那這樣美國就很高興啦 就會跨戰中國大陸啦 那當然不可能這麼離譜吧 那實際上我們就要來看到 就是說你看 這個美國呢 對於中國想要圍堵中國大陸 想要打壓中國大陸的崛起啊 野心不死 那實際上呢 從哪邊作為破口跟起點 當然就是在我們台灣嘛 所以在不久之前呢 美國的眾議院通過了一大堆的 什麼台灣衝突防治法啦 什麼保護台灣法啦 然後什麼台灣保證落實法啦 就一大堆 好 習中呢就提到 如果台灣因為大陸的行為受到了威脅 美國呢會把最大的能力 然後把中國大陸排除在G團體啊 什麼國際什麼銀行啊 國際組織之外 然後呢來威懾中國大陸 所以當然啦 這個當時綠營很高興 你看這個就是幫助台灣啊 對吧 這個美國要挺台啊 好 那這個美國挺台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他就是在恐嚇跟威嚇中國大陸 以及美國的這一些政客 他為了要獲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後才來做的這個事情 好 那他當然就是在各種的軍事聯盟 和經濟圍堵中國 所以美國呢已經是毫不攪拾 毫不掩飾幹嘛 就是要搞死中國大陸啊 就是希望能夠兩岸的戰爭 兩岸戰爭之後呢 他就有各種的理由跟藉口 你看 是讓中國大陸經濟衰退 把中國大陸踢出國際市場 這就是美國在做的事情 美國如果真的希望兩岸要和平解決的話 應該要促使雙方盡快的 和平談判和平溝通啊 美國有這麼做嗎 美國從來沒有這麼做 就好像俄羅斯跟烏克蘭一樣 美國如果真的希望和平 應該要像中國大陸一樣說 希望俄勿雙方盡快的停下軍火 趕快溝通趕快談判啊 美國有這樣嗎 沒有 都是幹嘛 繼續送軍火讓他繼續打 所以呢 在美國啊 已經是完全希望要求說 中國大陸在某個地方勇發戰爭 然後呢 要能夠拖累 或延緩他的一個復興角度的狀態之下 那大陸呢 你說要求和嗎 這也不可能 那大陸呢 也不可能直接投降啊 那怎麼辦 那當然就是做好準備嘛 所以這個軍費要上升 是很不可能的 為啥 因為如果啊 不能夠讓全世界相信 美國不可能對中國大陸動手 那大家就很沒有安全感 國際資本就沒有安全感 就不趕到中國大陸投資嘛 什麼意思 我們說美國為什麼要打 對中國大陸要打所謂代理人戰爭 為什麼要在台灣打 就是因為美國不會直接去攻擊中國大陸本土嘛 我們覺得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不會直接的開戰 為什麼 就是因為 美國要直接開戰的話 美國也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對吧 所以大家是相信中國大陸本土不會受到戰爭 或美國本土不會受到戰爭 大家才會願意去投資 那如果今天中國大陸沒有軍費了 他軍費大幅下降 那美國就有機會攻擊中國大陸本土的話 那麼國際資本就不會去中國大陸投資啊 那大家就沒有安全感啦 那國際資本就會撤離啦 那經濟就會蕭條啦 所以資本需要武力的護航嘛 如果沒有辦法保障安全的地區的話 資本就會逃離 所以美國他喜歡在全世界點火都是這樣 俄乌戰爭一打 歐洲資本就逃啦 就逃到了美國啦 也有部分逃到中國大陸啦 對吧 那如果東亞再點火呢 對不對 那當然台灣的資本就到處逃啊 然後你看兩岸開戰的話 大陸的資本就到處逃啊 對吧 就是這樣就逃去美國 那當然對美國來說是有利的 這也是美國所希望的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 這一方面在兩岸關係上 他一定會相對的比較克制 還是會謹守的所謂和平統一的路線 不會的侵起戰爭 那再來呢他怎麼辦 他一定要在某種程度上 要去威嚇美國 所以他一定要讓全世界都相信 就是美國除非真的捉死 否則他不會進攻中國大陸本土 他要讓全世界相信 美國只要敢對中國大陸的本土 來進行攻擊 那一定都是同歸於盡 所以呢 那國際資本才能夠放心 繼續在中國大陸投資 那才能夠保障中國在海外的各種利益 那這當然就是他軍費的這個增加的一個 一個正常的邏輯了啦 所以呢在20多年前的時候啊 中國大陸的軍費只有不到200億美元 那美國的軍費呢是3000多億美元 僅僅是人家的一個零頭啦 20多年過去之後啊 中國呢當然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 國防預算呢高達了2000多億美元 是世界第二 那我覺得啊 我在看到這些大陸的各種評論的時候 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的有底氣 或講說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的了不起 面對群狼還事啊 不增加軍費 難道留著當賠款嗎 對嘛 所以這就是中國大陸軍費增加的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太邪惡 那你說好那同樣的邏輯 你說那放在台灣 那為什麼蔡英文要增加軍費 那我們好像就抱持著這個反對的立場呢 很簡單 那是因為啊你看 蔡英文說增加軍費要幹嘛 要走向軍備競賽 可是呢我們都看到 大陸的這個軍費是2000多億美元 那台灣的這個軍費 你就想有可能增加到2000多億美元嗎 那軍備競賽有辦法走向和平嗎 沒有辦法 正是因為你看中國大陸跟美國 到目前呢還是處於沒有撕破臉的這個階段 可是兩岸呢我們都知道 就是未來很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大陸跟美國 基本上呢不會發生直接本土之間的攻擊 也不會發生直接性的戰爭 但是兩岸卻會實際上面臨到戰爭的風險 那麼軍備的競賽有辦法走向和平嗎 是沒有辦法的 那你說你看我們在講到大陸的時候 就會講說你看這個軍備要強才要安全啊 那為什麼你換成台獨的立場之套就行不通呢 欸並不是如此 而是說軍備能夠換來安全 這部分呢只有一半的隊 為什麼 因為還有外交啊 軍備再加上外交才有辦法導致安全 可是呢 台灣現在你就算把台灣當成獨立的國家 就算台獨成功了 要跟中國來做各種的談判 那你也不能夠只有軍備而沒有外交 對吧 就是只有國防沒有外交 當然也是會失敗的 所以真正呢能夠只戰跟必戰 關鍵還是在政治上的作為 所以我們今天談到中國大陸的軍費崛起 可是不要說他只有軍事他沒有外交 不可能啊 中國大陸最近都跟白俄羅斯有各種的一些互動 有網上升級了全面的夥伴關係 然後呢在中東也好在全球也好 都有各式各樣的外交進展 可是在台灣這邊呢我們講說民進黨執政之下 那跟大陸有任何的溝通的條件 或者是談判的機會嗎 全部都沒有 切斷了對話的空間 然後只是增加了軍事上的力量 那很顯然的只不過是往戰場上送而已 中國大陸再怎麼樣 你說跟美國有鬥氣 但是雙方呢還是都有和平溝通的管道 你就想中美打貿易戰或者是中美競爭再激烈的時候 美國的軍方都可以直接打給中國的軍方說 我們真的沒有要打仗 那請問兩岸這個樣子連個溝通管道都沒有 難道能夠安心嗎 好我們今天呢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周再見 拜拜 在旁邊